官方做事了各位 3月7號 也就是今天早上的9點半 進行了一波不停機的更新 相信很多人知道 就是菲尼克的重製 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的是 官方在改版 沒有告訴你的小細節 以及菲尼克其實還缺了一個 最關鍵的被動技能 才能稱為真正的神角 這也要取決於官方 在9點半更新之後 有沒有把這個被動技能搬過來喔 因為依照目前官方的介紹 這個被動沒有搬過來 那你知道菲尼克其實在改版之後 如果純丟飛賊印記 以及普通攻擊的話 傷害是比改版前還要低的嗎 今天會跟你分享 在這一次的不停機更新 究竟更新了什麼小細節喔 不只會介紹菲尼克 全英雄都會跟你分析 那菲尼克相信大家這一次 最多人知道的改版 就是他的被動技能 可以偵查敵人的位置 但是你要注意的小細節是 這個被動技能每6秒 只會出現一次 雖然敵人附近的位置你都知道 但是面對隱形英雄喔 隱形玩家你也先不用崩潰 因為這個險行只有一秒 也就是說你對付凱恩 雖然知道他的位置 但是由於險行一秒 你丟出飛賊印記的瞬間普攻 一下的時候 這個被動技能就消失 又要再間隔6秒才出現一次喔 有隱形技能的玩家呢 不需要害怕菲尼克 雖然你的位置會被指導 但是這個隱形的技能有更多的能力 搭配時間停止是個最棒的被動技能 喔不是 我沒有開車喔 那為什麼要說 菲尼克的普通攻擊比改版前還要低呢 就是改版前菲尼克最關鍵的 被動技能被官方拔掉了 菲尼克在改版前第三下普通攻擊 攻擊到敵人會對目標及身邊的周圍敵人 造成額外50%物理加成的物理傷害 在前期你可能感受不到這個被動效果 但是在滿裝的中後期 這個就是菲尼克的其中一個輸出傷害的來源喔 接著第二個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體驗伺服器有一個被動技能 就是菲尼克會對野怪造成額外10%的真實傷害 你沒有聽錯所有的技能 你知道重點是什麼嗎 這個10%的額外真實傷害是可以暴擊的 我在體驗伺服器有測試喔 這個被動技能讓菲尼克 會讓你重回巔峰的感覺 尤其是15分鐘的凱撒 那個單吃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而且所有的技能也就是說 你丟出你的大絕招二技能一技能 全部都能造成額外10%的真實傷害 真的超級強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菲尼克改版的 印技能其實跟改版前也差非常多 其實只有老玩家了解我在說什麼喔 在改版前的菲尼克呢 他的飛賊印記是 你要在第四下爆炸之後 才會造成額外的傷害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 你只打三下印記的話 你是沒有傷害 但是在改版之後的菲尼克 比疊印記的第一下開始都會有傷害 爆炸後的傷害其實是比改版前低的喔 因為爆炸後的傷害呢 是有75%的物理加成 但是從官方網站的資料 這次菲尼克的印記爆炸只有 0.65的物理攻擊加成 也就是我前面說的是 菲尼克如果在改版之後 你只用飛賊印記加普攻 其實傷害是比改版前低非常多 尤其是到了中後期 而且飛賊印記的暈眩已經被拔掉了 第四下的暈眩一秒鐘 其實有時候你在後期對抗一些指出 攻速斜的英雄其實就差非常多喔 接著重點中的重點就是 飛賊印記在爆炸之後 沒有辦法再刷新菲尼克翻滾了 真的差非常多 也就是說改版之後的菲尼克翻滾 就只能使用一次 這點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還有改版之後的菲尼克翻滾 是沒有辦法幫你疊印記的 取而代之的是 你的大絕招現在可以幫你疊 接飛賊印記了 也就是說改版之後的菲尼克的玩法 我們先說改版前喔 大概就是飛賊印記丟出去翻滾過去 那在改版之後呢 由於飛尼克的翻滾是沒有辦法刷新的 所以我覺得會變成一技能丟出去 大絕招丟出去 然後跟對方打打打 然後看一下對方有沒有貼過來 貼過來當然就是二技能一定要翻出去 但是要適應的地方就是 沒有第二次的翻滾 你沒有第二次的機會 人生永遠就只有一次機會啊各位 菲尼克的翻滾在改版之後呢 對對手的減速也從25%上升到了40% 在改版前你會覺得 菲尼克翻滾可能沒有什麼傷害 但是在改版之後 傷害明顯的有提升 而且物理傷害也提升 在改版之後你可以感受到 菲尼克翻滾傷害的提升喔 再來就是他的大絕招 除了前面介紹過的 你可以拿去幫忙疊飛賊印記之外呢 就是大絕招的傷害也變得瞬間化 也就是說你丟出去的瞬間 你會感受到傷害 而且大絕招現在沒有辦法暴擊 取而代之的是 內圈會造成雙倍的傷害 那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玩的是體驗伺服器 我每一下的普通攻擊 都有附帶額外的真實傷害 哇這個被動效果讓菲尼克 在體驗伺服器打野的速度 簡直就是一個舒坦喔 那菲尼克早就該改了 目前全傳說最弱的射手 勝率已經霸佔最後名已經非常久了 接著呢不停機更新這一次 也有削弱葉娜 葉娜的被動技能呢 雙刃的五層從1.5的物理攻擊加成 下降到了1.4的物理攻擊加成喔 那一技能的歲月斬傷害也削弱 物理攻擊加成也削弱 但是我覺得會玩的葉娜 還是非常可怕喔 那這一次官方加強 讓人最意外的是凱格路士 那官方也有說凱格路士 相較於凱撒路的其他英雄 對線能力就要一般 所以這一次呢 從一技能的傷害加成 還有冷卻時間都降低了 但是減速時間 從2.5秒下降到了2秒 這讓凱格路士 其實是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就是最關鍵的 那0.5秒凱格路士 有時候就是要出到那個冬日戰斧 才黏得到敵人 為什麼還要 再讓他的減速時間再下降 接著呢就是二技能的冷卻時間下降喔 一開始12秒 現在變成10秒就一次 的確對打線或是前期加強非常多 但是不足以成為凱撒路的神角啊 那接著呢官方削弱了銀咒 那如果你不會玩銀咒 你也不知道銀咒的話 銀咒目前是全傳輸 勝率第二名的英雄 官方這一次削弱了二技能 對標記目標傷害的增傷喔 其實削弱在後期啊 前期還是一樣強喔 從10點到20%現在變成10%點滿15%喔 那接著呢也是全傳說 我目前最討厭遇到的射手就是愛玲 愛玲目前是全傳說最強的射手神角 那個對線就是一技能一直亂丟 你永遠就只能被壓在塔下 然後你的隊友又不來幫你的話 你整場都會非常的崩潰 那這次主要是針對暴擊流的愛玲 去做削弱喔 那這一次的被動技能 你可以看到的是 主要是削弱物理攻擊的加成喔 還有大絕招基礎傷害提高 一樣是削弱物理攻擊的加成 還有增加跑速從20%下降到了初始10% 點滿20%喔 那針對這次不停機的更新呢 其實我非常滿意 但是就看那個被動技能有沒有搬過來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了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